美军头号王牌101空降师到底有着怎样的实力 放眼全世界哪一支师级编制的部队可以与之匹敌呢 他们从1918年开始组建 至今已有104年 号称可在数小时内部署到世界上任何战场 诺曼底登陆计划中浴血奋战五个昼夜 赶走了德军的第六伞兵团 占领了卡朗塔 等到海湾战争 101空降师又打响了第一枪 因此就有了呼啸山音 陆军全能师的绰号 著名的二战题材影视剧《拯救大兵瑞恩》 和兄弟连都是以101空降师为背景 但如今的他们与传统意义上已经不同 现在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101空中突击师 作为美军的快速反应部队担负全球机动作战使命 编制下辖有三个空中突击旅 一个伞兵团 一个战斗航空旅 一个通信营 一个攻兵营 一个防空炮兵营 一个军事情报营 及师属炮兵部队和师支援司令部等 总兵力约5000人 共装备各型直升机590架 其中UH-60黑鹰通用直升机203架 AH-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120架 CH-47支弩干运输直升机147架 RPU-7暗影无人侦察机12架等 除了拥有强大的空战能力之外 该师的陆战装备也十分豪华 72部复仇者防空导弹系统 162部标枪导弹发射架 荷兰三型84毫米卡尔古斯塔夫 无后坐立炮32门等 在远距离方面101师 所配备的直升机和火炮 均可通过司令部的C130 或者C17运输机进行空运 现在想想曾在欧陆战场 叱咤风云的101空降师 与第82空降师 同为美军历史最悠久的散将部队 如今部署到欧洲进行威慑也很正常 在欧陆战场上